原标题,阿萨德正式签署法律,赦免所有逃兵,叙利亚内战终于要结束了。 即便是有大量伊朗武装和亲政府民兵的帮助,叙利亚政府军也一直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,在俄罗斯的支持下,叙利亚政府军从来不缺武器弹药,缺少的是足够的人手,大量的坦克装甲车,被击伤后来不及修理,一切步兵尤其缺乏,这里指的是那些敢于打向战的,老虎部队是少数敢于打向战的部队,但依然不占优势。 战斗中损失,并不比极端武装少多少,这也是续军一直在东南部苏维达省,围剿伊斯兰国武装进展不顺的主要因素,续军步兵在一线作战中战斗力明显不如对手,只能等后方猛烈套机后才敢于前进,一旦遭到阻击,就马上停止进攻。 续军缺乏兵力,主要在于兵源不足,大量的叙利亚民众,尤其是青壮年男子逃往国外作难民。 此外,有一种种原因,即便是现在的续利亚政府军控制区,几居民也纷纷前往右巴拉低和东岸,那里是美国支持的续利亚民主军控制区。 虽然情况也不怎么样,但这里是续利亚主要的产粮区和产油区,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,至少还能找到口吃的。 此外,自续利亚内战爆发以来,尤其是前期政府军节节半退的时候,不仅出现整团整营的部队倒戈反对派,即便是那些没有倒戈的部队,也出现大量逃兵,这种情况直到续军转入反攻之后才得以遏止。 然而,由于续军待遇问题,不要说心想,连军粮都依靠俄罗斯提供,不少续军士兵,纷纷因此投奔其他武装。 这种问题不仅发生了续军,各路武装都有,内战摧毁了续利亚经济,青壮年找不到工作,只能当兵吃粮,续军发布强制丁丁令都盯照不到足够兵源,看出什么了吧? 前不久,由于土耳其里拉暴跌,土耳其支持的续利亚自由军实际工资收入,大量士兵纷纷投奔HTS极端武装,后续的工资是自由军的六倍。 当兵吃粮,谁给的钱都给谁抗枪。 10月9日上午,去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,签署了一下历史性的利巴法令,赦免所有逃兵。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赦免,因为新法令明确排除了因为害国家罪而被通缉的人。 不过,如果他们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,对国外的人来说是六个月自首,他们将被考虑赦免。 该利巴法令还对2007年第30号兵一把,及其修正案中所包括的罪行作出大事。 叙利亚北部和东部,市军目前无力进攻,土耳其和美国的政治障碍,俄罗斯无法解决。 就目前来看,市军控制区除了南部苏卫大省之外,已没有重大威胁。 所有的有威胁武装,都已经在反攻中被祭拜,但市军控制区内,有大量的小股反政府武装。 更不要说犯罪团伙了,虽然其战斗力不高,但却能对市军造成不小损失。 这些武装中的主力,就是那些市军逃兵,术故安。 整军式训练,单兵战斗力很强,甚至还有一定的指挥能力。 阿萨德顺面逃兵,很大程度上,是要招安这些小股武装,降低市军维护治安压力。 至于如何安置这些逃兵,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 被摧毁的经济,提供不了多少就业岗位。 就在前不久,市军还刚刚盯着了五万新兵,虽然少数部队遭到裁撤,但市军大规模复原,还没有任何迹象。 就在前才能判断吗? 相当依然少数部队遭到四万 太强仓的一身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